先前我们报道台中市大理区的地震事务所招募一名测量员助理 上网公告到截止时间扣掉假日只有短短的三个钟头 引发了黑箱作业的争议 事后大家更发现唯一一个报名并且录取的人 就是所内员工的儿子 因为整个过程实在是太不合理 政风处展开调查 结果又查出了更多内幕 原来这名被录取者的爸爸 事先就把测量仪器带出去 私下让小孩练习 这件事情让台中市长胡志强极为愤怒 要求重办征选 而且要查办失职人员 大理区地震事务所6月29号 上网征求一名测量员助理 扣除假日只公告三个小时就截止 还要付体检表 结果唯一来得及报名又高分录取的 恰巧又是所内测量员郭胜仓的儿子 学的还是跟测量无关的餐饮业 消息不关后 一开始大理地震所和郭姓测量员 都否认知情放水 坚持过程有瑕疵 但不重办征选 台中市政风处接入调查 发现大理地震所的郭胜仓 私自把测量仪器拿出所外 在考前给儿子练习已经明显有为公平 市长胡志强震怒要求地震局重办征选 还要查办测量员郭胜仓及相关上级单位的为师责任 报名时间太过于仓促 所录取人员是该所一些员工的小孩 而且还发现他利用假日私自把仪器带出去给小孩子练习 本次的考试应该座会重新办理 测量员助理的缺起薪两万六 没有中道为师的话几乎可以做到退休 不用高不考就可以当公务员 可以说是抢破头 证明录取的国薪测量员助理已经在7月丝毫到值 现在只能做到月底 重办征选的作业改由地震局来主办 未来也考虑28个地震所联合招考 避免不公平的情形再度发生 记者 文雄来世杰 台中报道